欣坏 曾邱昭和曾邱昕 曾邱昕 曾邱昕 这次华月税参选总统 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妙的事情 我对华月税本乎的看法 我觉得他对主选的坚持 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 我对主权的坚持本身跟反共是分不开的 因为如果不反共的话 你不能抵抗住共产党对台湾的吞并 那么要坚持台湾的主权 要坚持我们一个新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2008年 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当时黄越岁就在那个中山北路那里 在抗争的第一线 结果被警察推倒 甚至已送进医院 这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同时要治理台湾这个国家 除了坚持主权之外 还必须关心民生 因为台湾的民生是非常的困苦 台湾人的工资大概有二三十年 都没有很好的增加 而黄越岁对这个担心妈妈的长期的关注 这是说明她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我想只要抓住这两点 就可以把台湾把它治好 而且黄大姐非常的聪明 她有许多创意 有些创意是一般人都想不出来的 加上她能言善道 当然也是心直口快 她却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相信她这次参选总统 一定会把台湾民众对政治的关心 把它激发起来 而有约的去投票 而且我也相信 她一定会很好地处理 绿营民众 未来怎样更加的团结 把这个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2010的总统选举 一定把马英九拉下台来 一定让未来台湾 可以由台湾民众 通过共和的民族形势 把台湾建设得更加美好 更加安全 符合大家的期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